近期错过原油大涨交易机会的朋友要不要一雪前耻呢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平时很少关注的产品 美加 加拿大作为七国集团成员之一 为全球第七大原油出口国 原油可能影响其GDP比重将近10% 它的法定货币家园被纳入石油货币范畴 由于原油价格与家园的相关性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过去原油的走势与加币走势呈现同向关系 原油上涨加币倾向升值 原油下跌加币倾向贬值 近期美指重新跌至数月新低 以及油价看涨利好家园 都对美元对家园构成下行压力 导致美元对家园跌至2017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处于1.21负金为止 美联储公布会议纪要 内容显示一些美联储官员对通胀 将升值不受欢迎的水平表示摘优 这些言论可能会导致部分投资者 相信美联储已经开始对收紧政策 进行讨论 这对于可能促使美元未来倾向看涨 从加币方向来看 如果未来油价走低 或者加拿大公布的数据不及预期好 都会导致加币走低 那么美元对家园就获得上涨的动力 从美元对家园日线图来看 相对强弱指数处于38位置 从结构位来看 这个位置属于底部一个低成本交易区 当价格触及附近位置企稳之后 可以轻仓建立多头头寸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微信二维码在屏幕上 在欧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